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关于特朗普有很多东西跟大家分享 因为想不到原来这件事是这么神经 前几天跟大家说过 FBI去了特朗普的住所搜查 怀疑他收了一些机密资料 现在的新闻就是告诉大家 原来这些机密资料不是牵涉到某些名人的黑材料 不是牵涉到拜登的老人痴呆去到某些黑材料 而是和核弹有关的机密资料 这些足以引发世界大战的资料 被特朗普这些狂人掌握 再加上特朗普在他在任美国总统期间 很喜欢跟不同国家的人称轻道弟 特别是北韩的领导人 再被这些狂人拿着机密资料 究竟将来会对世界局势 会不会让原本无核国家 能够拥有致命性的摧毁核弹武器呢? 如果一旦拥有的话 世界的角力地图就此需要重新改写 这对国际关系来说 不单是在影响中国 对于影响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 大家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另外,关于特朗普 其实在这段时间 他不单只是被查到有文件这么简单 还要是核文件 本身这件事如果是证据确作 我想也足够数次终身监禁 但现在是说特朗普后面 最少还有四宗纏扰着他的刑事案件 都是陆陆续续叫特朗普上庭 至于特朗普还有没有命捱到2024去参选总统呢? 甚至说如果特朗普2024年背着刑事案底 究竟他还能不能参选总统呢? 今集也会和大家说一说 还有,今天也会和大家去科普一些有趣的资料 就是关于... 今天会和大家略略说一些关于美国机密文件 原来他们是有分等级的 甚至乎有些等级是连特朗普 就算他在任期间 原来他也没有资格看的 究竟是什么资料又是什么一回事 稍后会和大家说一说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最后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旁边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积极留言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美国的司法部披露了 FBI在星期一调查前总统特朗普 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住所里 取走11份被白宫贴上最高机密字样的档案文件 并且已经有理由相信 特朗普犯了间谍罪 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所指 FBI的搜查物品清单 包括与核武有关的机密文件 特朗普随后在自己开设的社交平台回应 有关的文件都是一些被解密的文件 而且已经得到妥善的保存了 特朗普表示 只要没有人去玩弄政治以及搜查 其实当局是可以通知他取回文件 美国媒体报道 司法部向发出搜查令的法官提交文件显示 表示FBI向法官申请调查 特朗普住所是因为有理由相信他犯了间谍罪 有关的控罪是针对一些狮子收起来关于国防的机密文件 如果关于核武器的资料 可以无故被一个退任人士代回家 有时候真的很难怪 大家平时看电影的职业特工队5、职业特工队6 好像快出到职业特工队7 很流行抢核弹文件、核弹密码等 原来不是虚扣的 就是根据真实的事件去改编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 究竟美国那套核弹是用什么密码模式 怎样可以发射 因为现在能够在YouTube给你看到的 恐怕都不会再是现今保安规格的核弹资料 还有就是说不一定是核弹的 可能是比起核弹更加厉害的原子弹、氢弹 究竟他们的制作方式是怎样呢? 因为这些制作方式一旦被其他国家掌控得到 就算那个国家可能只是人口得一万的国家 就算他很贫穷也好 全世界都被迫要供养着他 因为他真的拿着一件可以揽炒全世界的武器 究竟特朗普手中所掌握的核弹资料 都是关于哪一部分呢? 例如说 怎样可以发射 密码是怎样的 怎样可以门过一些机构 可以骗到一些美国的 例如说核潜水艇 它们可以发射核弹 这一类的文件呢? 又或者就是 会不会是跟美国的核弹分布位置有关呢? 如果我事先知道你在哪里藏有这些核弹 又会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危险呢? 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当然希望特朗普可以不知为何让中国知道 令到我们中国更知己知彼 要知道美国玩哪一类 以及知道 究竟美国的核弹是指老虎 还是真的有这一回事呢? 另外就是说 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 究竟如果他手上持有那份核弹资料 是说如何制造核弹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技术 如何低成本去制作的 因为大家要了解到 如果特朗普去卖这些文件的话 可能越有国家愿意用举国之力 去和他收购这份文件 因为毕竟 有没有持有核弹 其实真的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 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 现在好像被全世界杯葛 但大家都还可以自成一国呢? 某程度上就是因为 我们都是拥有核弹 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当然 北韩有没有这些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他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和经常在国际间黑食 那方面做打算 当然就算自己没有 都会说自己有 另外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其实安议会的常任五大理事国 就是全世界拥有核弹的那五个国家 所以老实说 幸好拥有这些资料的人是特朗普 如果他不是一个那么出名的人 我想他应该一早就被秘密特工 已经一早处理了 我觉得特朗普今次这件事 能够形成的原因 其实就是说 几年前 即五六年前的人去投特朗普的时候 以为特朗普这只癫狗 就可以因为投票给他 就咬全世界了 但实际上 特朗普在在任期间 其实就没什么咬 美国以外的人 相反就是说 其实特朗普在在任期间 做过很多政策 就算他是不是出自于真心 某程度上是帮了中国 然后这只所谓的风犬 就没什么咬人 在任期间 但是卸任之后 可能因为没得连任 发脾气 现在周围去咬人 但似乎特朗普咬的人 不是说他卸任之后 就咬中国 现在是去咬拜登的屁股 但是做癲狗不是没有代价 现在这只癲狗 就随时准备要蹲监 好了 说到这里 就和大家说一点 关于美国机密文件的制度 在特朗普被人搜出的 11份机密文件中 包括了 Top Secret 中文叫做绝密文件 另外有些叫做保密文件 接着还有4份叫做绝密文件 英文叫做Top Secret Document FBI当然没有和媒体透露 究竟文件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说明是机密 不过消息人士指和核武有关 关于保密文件、机密文件和绝密文件 在美国对于文件保密分级上 在绝密文件有着严格的限制 也有保管规则 也有处理机制防止涉密 但原来除了这三个程度的文件之外 美国事实上还有一个比起这些更高机密的文件 叫做SAR 需要拥有特殊访问许可级别的人士才可以查阅 甚至乎看这些资料的场所也有限制 这些SAR的资讯一般被认为 如果不慎洩漏的话 将会严重危害国家和人命安全 这些信息部分和核武有关 其实特朗普所拥有的信息 根本不仅是机密文件这么简单 是直接去到SAR级的绝密文件有关 根据美国在1954年的原子能法案 当中被归类所有核讯息永远不会自动解密 只能由能源部长或指定人员才有资格进行解密 就算是包括总统本人也无权公开 这对比特朗普手上有的核武文件很自相矛盾 特朗普不是总统 前总统也可以拥有核武文件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说这些文件已经被公开 但根据原子能法案就说明 就算你是现职总统也无权公开 但他又说已经解密了 有很多东西似乎特朗普在说谎 或者FBI在说谎 但我相信唯独没有说谎的是 特朗普应该拥有核武的资料 美国的国民虽然有权对部分的保密资料去查阅 但关于最高级的机密文件能够接触到的人是相当少 情报机关虽然可以选择地将这些信息公开 但过程是相当漫长 往往是要很多部门签纸确认 这个漫长不是一年两年 是80年、18年甚至85年的这种漫长 现任总统虽然有权可以单方面解密部分材料 但一般总统仍然很少动用他的权力 特朗普在在任期间披露过一些机密信息 例如他居然在自己的Twitter上 发布了一张显示伊朗太空设施受损的卫星监视图像 通常美国会公布给平民阅读的所谓的机密资料 大多数是50年前或100年前才发布的机密 所以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特别的情况就是 直到现在去到2010年 我们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例如日本偷襲珍珠港 其实美国一早运用他们的电脑方程式 还是一些解密系统 已经提前知道这个情报 但为了当时的军事机密 不要让日本知道 原来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动向 就算知道人家要襲击珍珠港 也是假扮不知道 如果当时这个消息太早进行解密 就一定会让美国国民反对他们当时的统治者 因为他们这个做法等于愿意牺牲大量的军人 为了保存着一个连实物都不存在的情报 对于当时的军人家属和很多组织 如果这条信息一旦公开 一定会骂到他们飞起 甚至会影响美国军方 甚至是美国总统当时他们所持有的合法地位 也很有可能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继续引发内战将他们所有东西推翻 但这些机密资料 经过50年、100年之后 让他们的子孙让我们知道的时候 就是知道了就知道了 但已经是推翻不了什么 已经去到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情况之下 才临到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去知道 换句话说 即是现在这一刻 美国就算私底下发生了什么很骯髒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知道 是唯有去到我们的子孙孙孙 才有机会知道50年前或100年前的真相 也就是说 可能现在贝洛西访台的时候 可能那一刻 无论是美国军方也好 还是中国军方也好 可能大家暗自做了很多军事上的角力 但这些一定会列作为机密资料 不让人知道 可能当日的真相是怎样 我们不会知道 甚至乎那个佩洛西 原来是找一个好似的替身去做 也有可能 但真相是怎样 恐怕要去到50年或100年之后 我们的子孙才有机会知道 毕竟能够被平民了解的信息 基本上都是过了时的信息 就算给你知道 也是完全无所谓的那一种 就像你现在跟我说 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过这些事 原来一个电话差点 可以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向 但那又怎样呢 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 基本上能够参与当时的人士 都陆陆续续80岁、90岁、70岁都死了 好了 跟大家说完一大堆关于机密资料的事 再跟大家说一说 特朗普另外还有给什么案件前身 其中有一件叫尖洛霞案件 针对着特朗普的公司 过往涉嫌高估自己的物业股价 藉此诈骗银行去争取条件优厚贷款 这件事已经经过了三年的调查 本身只是属于民事性质 但是在曼克顿的地方检察官 也就着这件文事案件 同一时间进行刑事调查 身在纽约的特朗普 终于首次为了这件事 亲身作公 但是在作公的时候 特朗普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就说对于任何人都不得被逼自证其罪的权利 拒绝回答所有问题 但是在特朗普在任期间 他曾经说过 只有黑社会才会引用第五修正案去保护自己 也反问如果你是无辜的 为什么又要用第五修正案呢? 如今当特朗普自己被人查的时候 他就自打嘴巴拒绝回答所有问题 关于第五修正案 我就不会文咒咒和各位说 但是用一个很简单 用一个香港大家都明白的例子说法 就是说 现在不是事必要你说 但你说的所有东西都会成为情堂证供 接着在19年的黄丝黑暴就说 我没什么说 我没什么说 我要找律师 总之什么都不说 然后什么都不透露 去妨碍调查就是用这些招数 想不到特朗普现在用了19年的黄丝黑暴的招式 去对付美国的司法系统 不过这件案件由于特朗普什么都没说 所以暂时未有什么后续资料可以和大家说 只不过除了这件尖洛霞案件和FBI核弹文件之外 现在特朗普后面最少还有多三宗案件在等他 跟大家说一说 在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地方检控官 针对特朗普企图推翻2020年在他们那州的选举结果的刑事调查 开始出来了 当年特朗普亲自打电话给那个州的选举主管 要求他找出多一万多张票 而让他刚刚好赢到拜登 这些你放在香港 又或者你放在全世界 稍微有少少 即是那些什么投票监测机构 选举委员那些 立刻踢他进去终身监禁 原来可以这样打电话 就说你呢 你帮我死定多一万张票出来 总之我要刚好赢他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特朗普现在单单罪 也足以判他三四次死刑 还有在国会暴乱听证揭出特朗普的种种潜在刑事罪 例如阻碍国会程序 欺诈美国政府 煽动叛乱干扰证人 欺诈支持者捐款等等 虽然国会是没有检控权 但国会的调查也显示出特朗普还有很多麻烦 也促使司法部就此对特朗普展开调查 另外就是说 那时同样都是国会暴乱案 美国的司法部也在查 究竟特朗普会不会在背后有负责提供资金 提供情报 或者煽动那些人冲进国会 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 究竟他能不能够捱到2024 还是随时下个月都会被FBI捉了 等到特朗普以后都没办法再去参选 但原来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种种的刑事案件 有机会令特朗普再次角力总统的助力 因为原来根据一些时政分析 在政治上正正就是这些麻烦的刑事案件 可以为特朗普提供一个 重新把自己包装成为政治打压受害者的机会 特别是令到美国的农乡地区 前工业地区 一些被遗忘的基本盘选民 更能够同情他 在民主党的自由派主政的经济学上 有些人称这种叫做基督徒被害情义结 总之看到哪个参选者更惨 你就不需要理他政光 不需要理他为人 总之他现在看上去很惨 你投他就对了 还有在美国的法律上 就算特朗普正式被起诉 甚至乎他狼当入獄也好 原来这些事都不会影响他参选总统 因为美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 总统候选人必须自然出身的美国公民 居美至少14年和年龄最少35岁 但没有写明究竟刑事罪行会否取消一个人的参选资格 所以就算特朗普到时背着刑事罪行也好 但原来他也可以值此去参选总统 这件事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闹剧 原来一个监等都可以去参选 到时真的令各位提笑皆非 关于这些事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不会同情特朗普 反而我们更想看到这些闹剧出现 因为美国愿意败坏自己的形象 愿意希望自己的国家继续乱的话 我们作为中国人一定是相当支持的 总之美国的未来 其实越乱就一定越好 因为越乱对于我们香港人 对于中国来说 都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说现在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阻力 不是说新冠疫情 而是说美国 如果美国自己都分崩离系 其余的所谓附属国 小弟国家 当他们无从依靠 甚至说 没有了美国的所谓军艦 军事力量照顾的时候 我们中国去拿回台湾 岂不是异于反掌呢 所以最好特朗普可以参选 最好可以在2024年的时候 跟拜登顶到行 甚至佩洛西又在周围去参观 周围去不知怎样 总之搞到世界越乱越好 因为乱的话 往往美国就会成为大输家 他们国内的资金 他们的民怨就会不断上升 我们中国在这一段时间 只要我们以日代劳做好自己的话 我们将来可能不出五年 我们就可以取代美国 成为新的世界警察 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好了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